欢迎继续收看《家居足迹》 Bonnie 刚刚个weekend 我陪夜夜妈妈去了长者中心 那里的设计真是令我大开眼界 其实长者中心我都有去过 不过我看到那里只有梳化、电视 设计怎样可以令你大开眼界 就是因为这间长者中心 以旧香港作为设计主题 在不同的角落都散发着怀旧气息 勾起长者不少回忆 听起来都好像挺有意思 以前生活很困苦 木屋因为我们兄弟姐妹多 没有人肯租给你 那时候有孩莫问 你知不知为什么 有小孩子你不要民意租屋 那就唯有住木屋 木屋也是很简陋 叫做一房一厅 但是房间又很小 一进房门口就上床了 虽然是这样 但是当时那些人情味就很好 有什么困难呢 大家互相帮助 80岁的菲琪 对这段五六十年代的往事 仍然觉得历历在目 有很多 现在生活物质豐富 人情味又没有那么好 就是自己国家事宿门前说 想回味旧香港的美好 不一定要靠人的回忆 和相片拼齐 西瓜波 狼三竹 这些属于爹地妈妈 甚至夜夜妈妈年代的物品 现在不单只在电影才看到 在这间长者中心同样找到 其实旧香港是带出 旧事物的美这个概念 长者来到的时候 都会发觉这些怀旧的东西 都是他们以前常常见到的 就好像他们记得过往的生活 是很多美好的回忆 一进来 在招待署 会先见到点心龙砌成的茶几 旁边的pantry用了大排档做主题 虽然感受不到真正大排档炒 小菜的锅器和食物的香气 但装修摆设都似无似让 我想见到一个很亲民 一个很特别 很社区感觉的feel的地方 我就想起一个大排档的形式 他们可以用 又可以做display 我亦都可以摆一些很特别的傢俱 细心点看 原来一部分的桌子是麻雀桌 虽然正式的大排档没有麻雀桌 但设计师Clifton就觉得 打麻雀是香港本地的娱乐文化之一 所以就将它融入下去 天花上一盏盏以前用来照鸡蛋的灯 有没有令你想起 小时候和妈妈去街市买菜的仪式回忆呢 做过车衣女工的Ficky 不知道又对哪一样东西最深刻 这边各样东西都很特别 令我勾起很多回忆 因为以前我也用过 很多东西都用过 但我特别喜欢一部衣车 为何呢 因为它帮了我很多 因为当时我做衣服全靠它 所以现在一看一看 我就想起旧时的情景了 Vicky 这个位置放了很多 以前的一些生活用品 好像是一些水壶 或者是玻璃瓶 这些你以前有没有用过 有啊 很多我都用过的 好像火水佬那样 我们就买火水 一瓶瓶买回来的 没有像现在这样 那么好有人送货的 天天煮饭 早饭晚饭都要火水炉的 嗯 挺有趣的 以前也没有用过这些东西 还有没有其他东西 你也用过的 有啊 好像那个不锈钢烹 我们是用来买粥的 你自己不带烹去 它没有碗给你的 没有说现在有什么盒 那些碗给你 那多数是要自己带去的 走进一点点 这间会议室 用了货柜屋的概念 再看真一点 这一个是将真的货柜 切割成一块块 然后再组件而成 香港是亚洲很大的一个坡 那变了在货柜业里面 是很蓬佩的香港 如果有公公在里面 以前是做过的 那他来到这个中心 就会给他很多记忆 点心笼 补鞋 补鞋 冰室 Clifton说 这幅特色墙 都是用了双层玻璃做物料 看上去会更加有立体感 人有三急 走转洗手间 这里就用了旧报纸做设计 一个旧的报纸原来 是有很多东西看的 哪个地方是放得最好的呢 那我都莫过于将它 这旧的报纸 可能放在洗手间里面 就是比较特别 因为有些时间可以 看一下欣赏一下 茅厕 我听过 不就是洗手间 那这个柴房 你又猜不猜到是什么呢 上一层 有一个专用来搅活动 和讲座的小礼堂 Clifton 这个墙 我知道你本身想用 一些真的卡板去做 但现在就用了一些松木 去仿制一些卡板 为何会放弃了卡板的设计 因为我们做的时候 找了很多卡板 但找到之后 就发觉原来 又有大 又中的又小 如果砌出来的时候 就不太美 另外一样就是 因为它本身是用过 有些已经是烂装了 所以矮粒都没有用到 这个卡板 我知道不仅看得到 还有些实际用途 就是这些板 可以随意组合放在不同地方 为何会有这个想法 因为卡板本身 它也有一些一条条的 这些又可以透风之余 我们就想 如果它们可以做多样东西 就好了 我们就想想 既然也有这个功能 我们可以加快板 就可以做了一些 开放的设计 我觉得在一个大型的步骤 后排发生这件事 是很好的东西 因为很功能 下面是工具 上面可以坐人 所以那些木材 我们也是用了 蒸裂木 来去建设这个 Spanish Steps 是的 我初初不知道 以为设计这么有趣 后来拍照之后 原来这么好用 不错 说到旧香港元素 有超过60年历史的公屋文化 都为这个长者中心 提供设计灵感 因为这个中心 在外民村里面 我觉得 你将设计 融合在社会上 是最好的 我觉得 进来的设计 你也会感受到 外民村的感觉 因为这个村 也是比较特别 有很多老人家居住的 你好 Mabel 这个中心 真的有很多怀疑的元素 但始终服务对象是长者 像我这些年轻人 又好像不是很适合 不会 除了楼上的设施之外 我们来到这一层 有全亚洲首创的 生命连情体验馆 最适合你们这些年轻人来参与 透过60分钟的互动环节 年轻人可以反思生命之余 亦都可以改变对年老的看法 不如我们一起进去参观一下 好 跟刚才怀旧的长者中心比较 体验馆用了大量的银色 和闪的装饰 加上现代感的设计 感觉就好像自身在虚拟世界里面 参加者透过60分钟的互动环节 他们是可以由出生慢慢踏入成长 透过这个过程 他们可以体验到人生 亦都能够更加懂得珍惜生命 和珍惜身边的长者 来到这个区域 颜色明显丰富一点 刻意放大的装饰 呈现一种超现实的感觉 这个场景里 你会见到很多游戏 这个游戏其实是人生的抉择 究竟是做事 读书 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我们很想 吸引他们每一个人 去感受不同的游戏 所以凝聚都是很颜色 很多颜色 等你三心两意 好像很多抉择要做 可以穿越时间的时光隧道 你准备好了吗 可能你走入时光隧道之后 其实已经去到你 retirement stage 其实整个tunnel里面都黑色 很多phrase 亦有很多音乐 亦有很多音乐 有人说话 你都好像走到一个很 绿色的草地 你再走到Further End 你会见到一个很大片的 一个很舒服的 的image 这个其实是 有些信息 告诉你 你已经去到你的旅程 走到人生最后的一段路 任何人都要经历的 是这一刻 我们不想很多traditional 你会感受到一些 你不开心的东西 其实是我们想得开心的 所以想给你一些正能量 所以希望那件事 做出来的时候 都是开心 所以用的颜色 都是比较浅色 很natural 让你可以静下来 看看将会如何 其实那个感觉 都是比较舒适的 怀旧设计 能够令人勾起过去 种种的回忆 附现代感的设计 可以制造穿越未来的体验 所以 只要做到到位的室内设计 绝对可以丰富 人对生活 甚至生命的感觉 谢谢大家